中国大陆西藏莫竹卡尔县甲马矿区 29日发生大面积山体摊坊 83名工人遭到活埋 根据新华社今天报道 经过28小时的极力抢救 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 中国大陆国家卫生核计划生育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于静静今年表示 2012年发现新感染艾滋病的学生1700例 比2011年上升24.5%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今天报道 中国大陆河流数量比20年前减少货败 过度开发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富士康船员工跳楼 昨天上午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 富士康深圳龙滑场区 有位女性员工从区14栋楼顶跳下 而几个小时过后 有三名工人再度爬上顶楼企图跳楼 不过富士康相关负责人否认跳楼消息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